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所有的正交的发烧友 接受一些球迷的请求 大家想让我讲一下反手横打的技术 因为我不像王浩和黄振亭的反手是从小练起的 我是半路出家 现在也在一点点往上加 所以给这些业余的选手讲的可能会更清楚透彻一点 首先握拍一定要大家要注意 因为直拍推挡的是这样的握法 所以你横打的话你就不能这么握 必须要把手指稍微往后拿一点 这个板型手腕一定要扣过来 要像横板的动作一样 这样过来 然后呢先进行这个 呃 对打 这样慢慢的把 即便把这个板型抠过来 不能 一定不能这样 这样的板就出来了 这样的板就很变 一定不是这么反笑 我又喜欢一个 坏 反开 对 一定要转开 然后呢 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慢慢地下车,往前,往前,往前 动作呢,是往前,往侧,往前,往前 尤其是拉球的时候,这个动作有什么感觉呢? 往前,往侧,往前,往侧 我现在做一下拉球的示范 往前,往侧,往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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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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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球 拉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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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球 拉球,拉球,拉球,拉球 拉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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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球 要用这种感觉 我现在来讲一下握拍的方法 我刚从香港集训回来 然后也是和香港的黄振亭进行了沟通 因为王浩的握拍可能是握在胎子的中间 他是整个把手直接扣过来 根本就不用推了 你这样的也没法推 手腕直接扣过来 跟横板的握把一样 把手腕整个都锁住了 拉球 但是黄振亭不一样 端质型的手是放在后边 然后板型正口拉球是比较亮的 然后反手是比较压的 他们两个人的握法完全不一样 这个要看大家的习惯 一定要注意手腕一定要转开 然后这个下枕球的时候 拉下枕球的时候 一个球下枕 然后这个手一定要放低 从下往上 但是也是因为要有这个 往前往侧的感觉 现在就要吃饭 人攻低 把球撕住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 希望大家能够多加练习 能够在反手横打 这个技术上能有更大的进步 谢谢